天下大事 财之一二 大家好 我是老郭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人物 这个人物极为传奇 2017年18年的时候 这个人物在国内是什么 是人人喊打最大的老赖之一 当时什么 供应商必债 银行必债 债权人必债 逃薪者必债 在这个人的生活中只有一个字 债 如果有两个字 那就是还债 被逼无奈的情况下 这个人逃走了 逃到哪里去了 逃到美国去了 在美国一躲就是四年多 今天这个人摇身一变 成了全球不是全国了 投资机构和富豪们追着 喊着要给他投资 要给他送钱的香薄薄 他的身价一下子变成了几十亿美金 甚至具有巨大的潜力 到几百亿美金 这种潜在的价值 为什么前后时间不长 出现如此大的反差呢 告诉大家 这里揭示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产业秘密 什么秘密 大家知道吗 今天是个什么时代 今天是一个产品至上的时代 只要你掌握了引领时代产品的核心部分 核心技术 你就会成为产业的香薄薄 你就会成为产业的什么 产业的号召力 原来你失去的那个世界的一切 将会重新回到你的生活中来 甚至大方异彩 我讲的这个人不是别人 就是大名鼎鼎的贾耀亭 有人可能不太了解贾耀亭 简单介绍一下 贾耀亭是中国上市公司 现在退市了 这个乐视网的创始人 董事长兼CEO 2015年中国大牛市的时候 他是中国应该说最牛的上市公司 而不是之一 当时他的公司只有几百亿的市值 几天之间涨了1500亿 他的身价也变成几百亿的 这个当时的大富豪 在产业当中呢 他创造了几个第一 第一个是什么 网络视频 他是开拓者 第二是什么 影视版权 他是第一个 把他作为商业武器的企业家 第三个就是 他被称为产业风口之神 每一次他都能够站在产业风口的中央 再一个 他是中国最早的跨入新能源汽车的开拓者 由于他经营不上 最后他失败了 不光是失败 他可以说是惨败 惨败含义是什么 第一 他的上市公司 不得不退市 他到美国去以后 他又成为美国 中国人当中 第一个 个人破产重组的人 你看惨的什么程度啊 他为什么败了 你告诉大家六个字 哪六个字 贪婪 跨界 和多元 最后他成为 在那个时候成为中国最大的老赖之一 自身所付的债 高达四五百亿 听到这 你认为这个人是不是 死定了 根本不可救药了 是不是 告诉大家 今天 贾药亭 又回来了 讲到贾药亭回来呢 还有个笑话 因为从2017年开始 贾药亭总是给国内的朋友说 下周回国 下周回国 结果四年过去了 也没有回国 这次是不是又是 贾药亭虚谎一枪 告诉大家 这次贾药亭很有可能 真正回到国内来了 回到他的家了 为什么 下面我给大家讲 四个方面的理由 第一个理由啊 贾药亭 逃到美国去 有人误解为 他是拿国内圈的钱 到美国去享受生活了 实际上大错特错 特别是17年以后 贾药亭到美国哈 他的全部精力 全部资金 都用在干什么 用在研发他的电力汽车 2014年 为了整合全球资源 他就在美国成立一个 新能源汽车公司 这个公司叫法拉第 未来 他的新的车型呢 在17年造出了 叫什么 叫FF91 这个车横空出世之后啊 无论从外形还是性能 轰动了美国 轰动了全球 光这个车包含专利 就高达850项 核准专利达到530项 这个专利数 你知道可以和谁 平起平坐吗 和当时全球 在电力汽车最厉害的公司 特斯拉 可以平起平坐 更为重要的是什么 他研究的汽车 是全球第一个实现续航能力 700公里的电力汽车 贾跃亭在整个造车的过程中 可以说是千辛万苦啊 为了造车 钱是一个大问题啊 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啊 经常上顿不接下顿 但无论怎么难 贾跃亭 哪怕他自己说了 哪怕是砸锅卖铁 吃糠燕菜 也要把这个车造出来 因为这是他的梦 这是他的命 最后终于把这款车造出来 我要讲的第二个理由 相对来说比较专业啊 我用最通俗的语言 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这里包含两个层含义 第一个问题就是 贾跃亭在运营法拉第 未来的过程中 始终控制着 整个公司的操控权 这一点他说太重要了 这是他的命根子 如果没有这一条 他的梦想就实现不了 他可以说是不能接受的啊 在这个方面呢 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案例 就是2018年 6月25号这一天 中国的地产大亨 恒大的许家印和贾跃亭 法拉第未来公司 签订了股权投资协议 恒大呢决定投20亿美金 恒大得到多少呢 得到整个法拉第 未来母公司的 45%的股份 在这一点上 贾跃亭可以说 做出巨大的让步啊 贾跃亭只有33%的股份 管理层呢 有22%的股份 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 尽快融进前来解决公司的燃眉之急 协议签订以后呢 恒大先打进了8个亿 可以说这8个亿 真的是雪中送他啊 对当时 法拉第未来的第一个车型 叫FF91的推动 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后面这个合作过程中呢 双方产生了矛盾了 公说公有礼 婆说婆有礼 这个过程我们就不细说了 结论给大家说一说 通过贾跃亭的 义正言辞的捍卫自己的权利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是恒大的股份 变成了35% 并且是优先股 双方的解除了前面签订的一切协议 同时呢 允许贾跃亭和贾跃亭的 法拉第未来公司 用五年时间把35%的股份呢 赎回 可以说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啊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贾跃亭松绑了可以面向全球进行融资了 第二个方面是什么呢 前面我讲了有债权人 债权人都已经起诉了这个贾跃亭了 贾跃亭如果想回国的话 根本不可能 为什么呢 他已经成为一个双线和被执行人了 什么叫双线 第一线消费 第二线交通 被执行人就是你所有的资产都要拍卖变现 说在这种情况下 贾跃亭想回国是非常难的 为了偿还债权人的债务 贾跃亭在美国做了一个重大的自我牺牲 叫什么 个人财产破产重组的这样一个方案 什么意思呢 很专业了 简单讲就是属于它的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 打个包 放到哪里呢 放到国内外所有债权人的这个资产组合里面 我们简单说就是一个资产包吧 我们不用专业书语了 放在里面干什么呢 因为这些资产里头分两类 一类是有形资产 一类是无形资产 有形资产的想办法在今天 能变现的则变现 变现由专业机构来运营 让它变现的过程中价值最大化 有了钱以后呢 还现在的债权人 无形资产呢 就在运营过程中不断的增值 告诉大家两个好消息 第一 现在贾跃亭已经还了两笔欠债了 第一笔就是210亿 人民币啊 第二笔大概180亿到190亿啊 第二个好消息是什么呢 国内的所有债权人重大债权人给这个法院打招呼了 我们要解除对贾亚廷的双限 让贾亚廷成为被执行人 意思就是让贾亚廷赶紧运营这个法拉第未来 在美国能做的在美国做 在国内能做的在国内做 在国内的时候不限制它的自由 让它很好的运营 运营过程中让它的无形资产不断增值 就可以还这些债权人的债权了 这里再插一个例子啊 贾亚廷在法拉第未来这个公司 也在美国注册这个公司的 所有股份 他自己不掌握 都放在这个债权人资产包里面了 股权分配 还是在交易过程中的增值溢价的这个变现 通通用来偿还债权人的债务 这样一来 这两个事解决以后你知道吗 第一贾亚廷有了全球融资的自由了 第二贾亚廷无论在美国还是在国内 人身自由了 推动它更快的让法拉第未来 实现它的量产将会产生积极的作用 我要讲的第三个理由就是什么 今天是切入这个行业最好最好的时机 有一个话说的特别好 他说什么 这个产业没有最火爆 只有更火爆 火爆的具体表现是什么 第一中国的BAT三大巨头啊 都直接和间接切入这个行业了 再一个是什么 中国的很多有实力的公司都在什么呢 直接和间接转产到这个行业 比如说恒大 再比如说啊 全球的影响力的事件有这样几个 第一个就是特斯拉 他的掌门人马斯克一夜之间成为首富 为什么 因为他从事的是新能源汽车这个产业 还有一个理由是什么 因为他在中国建了一个超级大工厂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国内的新能源汽车企业 比方说蔚来比如说理想 比如说小鹏都已经在美国上市了 他们的市值现在涨得非常猛 比如说蔚来已经接近千亿了 小鹏和理想都是接近四百亿到五百亿这样规模了 还有一点是什么 这个产业消费者接受度越来越高了 为什么因为这个产业的技术越来越成熟了 比如说续航能力 比如说这个充电桩的问题 比如说互联网和汽车的这种融合 还比如说现在里无人驾驶已经 还有多好呢 还有最后十公里或者五公里或者一公里 所以说进入这个行业最好的时代到了 贾跃亭和法拉第未来应该说遇到最好的时机了 第四个理由就让你更兴奋了 法拉第未来在贾跃亭的带领下 应该说从成立公司到现在六年多了 应该说极其艰苦卓绝的这种拼杀奋斗和坚持 今天还迎来一个高潮 什么高潮 叫融资的井喷时期 也就是忽忽的往上冒 应该说是老百姓说话了 就是非常非常多 古拉 举例说明 首先第一个美国的融资气道打通了 美国有一个金融产品 我们国内很少接触 叫SPAC 什么意思 SPAC 这叫特殊目的并购公司上市方法论 或者叫模式 也就是法拉第未来 和美国的一家公司进行合并 然后以这个主体的去融资 现在目前已经确认了有十个亿美金的融资额度了 然后这个公司呢 在什么呢 在联合起来 一块在纳斯达克上市 已经被纳斯达克接纳了 而且纳斯达克上市的代码已经有了 叫FFIC 这个通道打开以后 融资再融资就方便了 这太重要了 第二个是什么 国内 国内有两个消息 一个是珠海市计划给法拉第未来投资20亿以内的人民币 原来只是媒体上传来传去 现在今天早晨确认了 也就是法拉第未来在珠海建厂 珠海市政府呢 提供资金和提供场地 这是一个重大的消息啊 而且在这个20亿以内的投资企业当中 有两个代表性 一个叫华发房地产股份公司 还有一个有名的公司叫格力空调 第三个好消息是什么呢 国内最大的汽车制造企业之一 激励集团 一方面决定 前面只是传 现在已经公布消息了 决定在这次纳斯达克上市的过程当中 要投资啊 投资原来确认的数据是3000万到4000美金 现在呢 没有明确表示多少钱 但是一定要投资 还有一个好消息是什么呢 这个向媒体公布了 他们已经和法拉第未来签订合作协议了 为法拉第未来在国内生产 创造两个条件 第一人工智能自动化 第二汽车代工生产 我们听说过芯片代工生产 汽车代工生产 没听说过 激励有强大的汽车制造管理体系 这样一来 甲耀亭和法拉第未来在国际 国内两大市场 两个主战场 原来甲耀亭也是这样布局的 是他的主战场 都打通了融资渠道 有了融资渠道以后 是什么呢 那就是真正的踏上了规模化大发展的路了 这对甲耀亭来说太不容易了 应该说到了这一步甲耀亭肯定是洗洗而涕 想到这里大家都明白了 甲耀亭回国 在不远的将来回国已经成为一个既定的事实了 当然甲耀亭领导的法拉第未来 真正产品上市 技术上市以后怎么样 那必须经过市场的考验 不过呢 我们看了资料以后呢 也觉得也有一定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比如说法拉第未来制造的第一款车 叫FF91 不是一个纯高档车 售价超过200万人民币 比特斯拉的Model S Model X还要贵 这在某种意义上讲 这个会限制它的销量的 我们也建议他们马上开发中档车 还有经济型车 就像这次特斯拉在上海开发的Model 3 20年加上2019年的一个季度 就销售了13.7万台 这个才能普及了 我相信这些 不用我们考虑 蒋耀亭肯定会考虑的 讲到这里 我们对蒋耀亭这个故事 确实感触颇深 那最后呢 我们用蒋耀亭的一句话 来结束我们这个故事 这句话 蒋耀亭是这样说的 活着是一种责任 活着就有百万种可能 活着 你的故事就没有结束 就能还债 就能回国 就能把FF做成 就能实现梦想 听了这段话 你是不是心里酸溜溜的哈 同时呢我们也从内心里为我们中国有这样一位百折不挠 千锤百炼 打不倒 脱不垮的企业家 或者叫创业企业家 或者叫再创业企业家 感到自豪 最后我们预祝蒋耀亭在后面路一路走好 真正成为全球顶级的企业家 好 以上就是我对蒋耀亭回国这个主题的主要观点 别忘了点赞转发和关注我 感谢观看下一讲 再见